大家好,我是杨旭 上一次和这辆车离开这的时候是在21年的4月 不曾想,这一出发就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 我们才一起平安的回到了北京 刚才呢,我在这个床尾看着后边地图和路线 想起了很多这一路上的事 啪啪的,历历在目 有些事拍了视频,有些没来得及记录 有些事虽然有视频 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想给大家看 但是发布不上去啊 所以大家也没有看到 那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时间 对着地图 把这些事跟大家说一下 都是些大家所不知道的,很特别的 黑色的线条是这一年所走的路线啊 你们看得到吗 杨旭同学 你这么端着地图 跟大家讲线路啊 也太不专业了吧 没关系啊,咱们重点讲其中的事情 出来以后,经过内蒙到宁夏 第一件事,当时在宁夏的时候 我车的底盘连续的出现故障又修不好 情绪到了顶点 我就决定我把这个事升级 发一个视频 其实在发布这个视频之前啊 压力是很大的 前后接了不下十个电话 都是劝说我不要升级这个事儿 讲了很多为了我的 为了其他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道理 确实也是徘徊犹豫了 当出现这种情绪以后 我甚至都用了我的一个自己 当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觉得会犹豫 会徘徊 会困难的时候 我会做他旁边的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当我做了这件容易的事以后 我就没有陆可选了 只能做这件事了 倒逼自己 所以当时呢 我知道要发视频 但是发视频还得拍啊 还得接到电话 还要比其他人在劝你啊 我就发了动态 这几个平台 动态就几个文字嘛 跟大家讲 我几个小时以后会发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个视频 发了这个动态 自己就没有陆可选了 也就轻松了 所以当天晚上 拍完 发上去了 发了是发了 也发酵了 先后在三个平台吧 上了热门 同时阅读量呢 也是小一千万 第二天呢 当地的电视台 广播 包括其他区域的一些报刊杂志 就后台联系到我 希望采访一下这个事的来龙去脉 我是回绝了 因为当时我的压力 实际上是比头一天 还有大的 因为 因为你们知道吗 当时第一天我要的是 伊威克这个底牌的厂 给我一个道歉信 但是房车底牌业务 占整个伊威克的业务当中 很小很小的 为了一个很小的业务 人家会发这么一个道歉信吗 如果不发的话 我真就是下不了台了 我都不确认下一步 该怎么做 还好的是 我觉得伊威克 处理这种公关危机 还是可以的 下午发的道歉信 同时呢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啊 他们总部就来了人 一起过来 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事就算顺利的解决了 其实这个事 直到一年以后 跟一些房车圈的人聊起来 他们都觉得 这个事挺标志性的 挺特别的 同时问我的时候 问我如果再遇到 会同样这么做吗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做得也很漂亮 不光是当时的窘境 出现了逆转 同时呢 我出了这个视频以后 间接的把这个问题 提升改造 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现在我已经听到一些车友 出现这个问题了 这是第一件事啊 咱们继续走 说第二件事 那 宁夏 然后到了四川 四川有一期建门关的视频呢 这期视频实际上 是我所有的视频里 阅读量是前三的 应该是 总的阅读量应该是一两千万 当时我记着有一个 日文的一个节目 也截取了这个视频 那中国日报的一个海外版 他们也有人联系我 说一下建门关的相关的一些事 并且也上了他们那个报纸 其实在海外的一些平台 这一期视频阅读量也很高 自己的视频介绍祖国大好河山 的时候能够让这些外国的朋友看得到 自己好开心啊 第二件事跟大家说的 第三件事 稍微就不像前两件事了 那过了四川以后到西藏 在去珠峰的路上 碰到了几个小孩 在那一期视频的结尾处 我简单的讲了讲 没太深入的讲 其实是有一个小孩 他有三个爸爸 为什么有三个爸爸 而且这三个爸爸是兄弟之间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在他们那儿结婚 还是要花一定的费用的 那一个人呢 其实三个人都娶媳妇 压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三兄弟娶了一个人 这种情况在当地 不是他个例 也有一些其他情况 所以也算是符合当地的风俗 风俗上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情况很特别 我觉得中国有些事情啊 很特别的 以后我还会跟大家讲 再往上走 在新疆 我记着去这个大峡谷 再回来的时候 我有些迷路了 骑着摩托车 那个路也不是太安全 那个时候的景色 心理状态之下 我就说了一段 我现在都觉得 我怎么能说出那一段话来呢 都好奇怪的一段话 但是我觉得说出这段话 恰恰是我所有说旅行意义当中 我说的自己最感觉 有时候碰到一些险阵的路 我也在想 这要是遇到什么风险 虽然自己都会控制啊 但凡 但凡遇到那个风险 我都觉得即便不在了 也能滋养这片土地 都觉得自己是有意义的 顾了新疆以后 沿着甘肃河西走廊 因为太冷了 一路往南走 四川大凉山区域 大凉山区域大概是七八十年前 有一部分啊 是刚刚结束了奴隶制 列位奴隶制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啊 夏商周时代啊 汉唐以后那都是封建制了 能想象在中国某一区域 七八十年前还是奴隶制 继续走海南 然后从海南出来以后 在广东 当时自己全网的粉丝达到了三百万 没有跟大家讲 实际上是很开心的 到了广东梅州这个区域 我就发现梅州那边的人啊 因为那边是客家人聚集区 我第一次接触客家人 感受他们的文化建筑 真的区别太大了 跟广东其他的区域啊 相貌 语言 饮食 信仰 文化都不一样 那边的宗族观念 每隔一里就一个庙堂 一个村一个县 这些都是好另类 好特别的 要知道所谓客家人 就是在唐宋时期 有一部分人是从北方 迁到那块的一部分人 所以是中国文化的一脉啊 这一脉的宗族观念 饮食文化登顿岛 很好的保留到了今天 所以去那边的话 我是强烈推荐 梅州干南区域 感受一下客家人文化 很有很有意思 江西然后到江苏 因为临近上海 江苏那边的有一些疫情 其实是有两位防疫的工作人员 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不能具体说这件事 就是他们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 给我开了绿灯 让我至少节约了一周以上的时间 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特别好 在江苏 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些特别的事啊 其实还有一期以后慢慢的跟大家讲 今天时间我担心太长了 说到地图 再给你们看这个 看这几个字 杨旭游记 这是一个粉丝朋友 纯手绘的皮质中国地图 在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秀一下 也是表达一下 感谢一下 大家对杨旭游记的支持 谢谢你们啊 那在北京这段时间 不能闲着啊 其实是有好几件事的 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几天要做的一些事啊 第一点 淘汰一批房车的旧装备 同时买点新的 那 已经到了一些了 等我整明白 弄好了 跟大家来讲啊 你们也觉得 哪些旧装备可以淘汰掉 欢迎说说 第二点呢 体检 两三年没做了 这一路上 也容易出现身体一样 等你去 搞好的 第三点 考C6 也就拖挂房车的驾照 C6这个考试刚出来 想考一个 并不是说自己要买拖挂了 而是背着 以后但凡用得上呢 第四点呢 就是 有可能会去一趟西藏或者青海 去几天 不是开房车 到当地租车吧 想去转转 同时咱们房车旅行 截止到374天 暂停 再出发 再开始计算 最后一点呢 就是 是我家有一辆电车 是电车最早的那一批买的 比较老旧了 想换一辆新车 这两天我也再看一些新能源车 看车这个还是用的跟大家之前介绍过的一车 它这个车型库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啊 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销量排行 我先别给大家看啊 新能源 你们猜在22年4月份 前五名是哪几款车型 三秒钟啊 一二三 第一名 第一名送 plus 新能源 第二名 红光 迷你EV 第三名 秦 plus 新能源 第四名 汉 第五名 海豚 没有特斯拉 这个 应该能猜到吧 供应链问题 在上海嘛 看一下三月份 果然 三月份 你看 Model Y 就排到了第二 它这个产品库里 你点进一辆车 能看到它的一些成交价呀 底价呀 这些信息 包括你要是对车不了解 它产品说明书 视频说明书 现在这个选车的这些东西都做得这么好了吗 真是太可以了 它有一些实测数据 这个真的是非常硬核啊 这个里边的内容我是很喜欢看的 了解这辆车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们以后要买特选车 如果说用这个的话 别忘记关注里边的阳续邮寄呀 在别的平台可以 在这个平台上 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还需努力 谢谢大家支持了 这期视频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